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玄奘小教室 我是萱萱 我是明杰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很特別的主題喔 是什麼主題呢 你猜猜看啊 快講啦 好啦好啦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偏鄉教育的關懷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主題啊 因為是文仲老師逼我們的啦 喂不是啊 沒有啦沒有啦 主要呢是想要 主要呢是想要就是了解一下 偏鄉的小朋友 會不會比都市的小朋友的教育還要來的不足 就是還需要一些哪些就是需要資源啊還是什麼的 喔就看他們是不是會應該成鄉差距啊 會不會受到一些什麼困難對不對 沒錯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介紹就是 是位於苗栗縣銅螺鄉新龍村的 新龍國小 沒錯為什麼要介紹這間國小呢 他們學校聽說了一集超大的老巨數耶 而且重點是他們學校 學生加起來不超過100個人耶 一到六年級加起來沒有100個人 哇塞那也太少了吧 那會不會被迫診病啊 說不定有可能喔 我們來看看新龍國小的校長怎麼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吧 新龍國小 最早創校於1899年 我們用手指頭數一數的話 現在已經117年了 117年是一所非常老的一個學校 那最早呢我們來探究這個學校最早的起源喔 最早起源是無憑兩性的人 覺得這個地方太棒了太美了 所以就在樹下開始居住 居住以後然後形成一個聚落 然後呢可是中日交五戰爭爆發的時候呢 日本人統治了我們 當然就是有一些爭鬥啊 所以日本人覺得說要用教育的力量來改善 來管理這群我們台灣人 於是呢現在馬祖廟附近設立一所學校 後來覺得還不錯 然後就漸漸的在這個以樹為中心設立了學校 建制了新龍國小 所以我們學校最早是1899年 第一任校長是日本人 那這所學校呢發展到現在呢 我們說是一所小而美的學校 我們常講說沉香差距 那校長在這個學校經營的理念 最重要的是要把這個差距縮小縮小縮小 最好是米平喔 所以第一個我們學校有早餐 這個是很難得的機會 可能很多學校都沒有這樣 偏遠地方都沒有早餐 但是我們學校有早餐 每天小朋友都可以吃熱騰騰阿姨族的色香味 美味的早餐齁 第二個我們需要學 不要說學 我們需要發展的特色有直排輪 每一個小朋友 從幼兒園到活小部 每一個小朋友都在學直排輪 免費 而且鞋子是學校提供的 第三個我們需要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是我們學校武術的重點學校 發展了很久 那這個小朋友在這方面 各項的成績都大放益彩 每年我們發這個獎學 其實都發非常的多 再來校長很重的是藝文活動 那我希望每個孩子都可以站在舞台上 不管是音樂的美術的舞蹈的 我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在舞台上發光發亮 所以在學校呢 沒有一個是冰的 所有的孩子都是這樣 我們都製造各種不同的機會 讓孩子在舞台上表演 這是大概學校一個經營的理念 那我跟老師講 我們最重要就是帶領學校 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就這麼兩個字更好 除了好還要更好 這就是我們一直追求的目標 那我們從學生的成長數 就可以感受到 老師很用心 學生也很努力 家長很肯定 所以我們今年的學生數達到66 國小部有40人 右援有26 這是我在這邊七年來 歷年來成績最好的一年 哇賽 這間學校也太好了吧 還有早餐可以吃耶 那阿姨都好用心在做早餐喔 沒錯 要是我我也想不到那間國小了 真好 覺得他們三餐都不